保險公司不要就是對於理賠一直耍賴 那我們也呼籲金管會 應該要要求保險公司該理賠就理賠 那保險公司要保費的時候 是什麼都賠 但是要理賠的時候是什麼都不賠 那這種能不賠就不賠的這種心態 我覺得會讓大家覺得非常沒有誠信 也非常的無賴 尤其是對於小孩懶役的狀況來講的話 家長當然理所當然是密切接觸者 那我們指揮中心或衛生機關 基於傳染病防治法定48條 本來就是依照這個來匡列隔離 並不會今天家長想要自願隔離 就會被隔離 衛生機關還是會看說 是否有必要來做隔離 所以我相信所有的隔離通知書 都是衛生機關基於防疫的必要 認為有需要才發給隔離通知書 更何況隔離通知書上並沒有 陪同隔離四個字 所有的隔離通知書都是隔離 所以當初在保險的契約上 也明確的指出就是說 只要拿隔離通知書等等的相關資料 就可以申請理賠 那為什麼今天保險公司 又創了一個新名詞 叫做陪同隔離 那如果是這樣的話 當初在簽約的時候 就應該明確的告知這些邀寶人 讓他們知道說如果是陪同隔離的話 不在理賠的範圍 所以我是覺得說今天這個保險公司 晴天撐閃 雨天收閃 這種耍賴的態度 真的會讓大家覺得說誠信破產 更何況我們金管會主委 也一再的呼籲說 這個財務赤字能夠彌補 但是這個信用赤字是難以彌補 我想這次疫情 大家也可以見到說 各家保險公司的態度跟嘴臉 是否有誠信 是否對保護斤斤計較 我想這些都會讓大家 作為未來要投保的參考 所以我們也呼籲就是保險公司 跟金管會不要再耍賴了 趕快該賠就賠 你買物化器會送你水神 那麼家裡面 八坪以上的五到六坪的 或是小坪數都有不同的選擇 它的物化時間 大概從四個小時到八個小時不等 怎麼買快點夠 QR Code 掃一下 記得幫我輸入CTI285 這是我們辣碗報的團隊代碼